歡迎大家收看港劇時辰到 Banny 近來我們真是人氣旺盛 那些嘉賓都是打摩上的 你看 今次有兩位電影界很重要的人物 來接受我們訪問 你知不知道在電影現場開工 導演都要聽他們說 林基演員更加害怕他們 這兩位就是新入行的電影女副導演 不如你們自己介紹一下自己 皮人大師兄 浸就是Paco 我們為了遷就這兩位新入行的副導演嘉賓 所以今天都故意把這裏搞得像片場一樣 因為他們覺得這個環境比較親切 令他們可以發揮得好一點 Paco 如果有看我們節目的朋友都記得 剛剛上星期他已經出現了一次 幫我們一齊訪問了 廖子瑜和劉振業 即是中英街一號兩位主角 今天他以一個嘉賓的身份出現 講講他呢 即是新入行都已經拍了幾十套電影的經驗 真是很奇怪的 但新入行可以 最高的大師拍了幾多電影 四十套的超過 Paco 這些入行半年都拍了二十幾套 聽說 想低了那些都沒計 對 沒想到沒計 不如首先給他們講一下 為何會入行 為何會做副導演 為何會做這麼開心 爆個秘密 兩個TWINS來的 不是吧 即是兩位 這樣也不我們 是啊 不開演唱會 即是兩姐妹 那大師兄先講 我嗎 誰是入行師的 其實 我本人 你本人 都是一個月前左右入行 因什麼事 因一件 為何這麼看不開 幾不可思 對 人家叫我就去 誰叫你 我的好朋友 誰害你 說這麼快做故 那又不是說害的 基本來說 三十八、九個月前 就求了很久 直至上個月就答應他入行 一天就拍四十套 即一天拍四十套 鏡頭都是這樣 何況一天可以拍四十套 是可以的 你怎麼搞這麼瘦 都不是的 究竟都很寬闊一下 最近就窄了些 窄些 旁邊那位呢 嗯 朕呢 就覺得這樣的 覺得想試一下微服出場 看看市面怎樣 拍得好的 那就去翻一下 是吧 當然要去一下 這些是吧 旅行的東西 是吧 高興是去一下 什麼時候去就去 不做譯可 那些 閒地都拍了二十幾套 可能不止的 我自己都不記得 只有閒過 希望大家 認得就認得 是吧 OK 因為Parko的英文名 待會你們會看到之前的節目 叫做Picasso 所以今天的節目 是需要比較Picasso 抽象一點的 完全是需要大家用思考 邏輯 金田一的一種思維 去理解他們說的話 一個月到底是多長呢 一個月可以等於千年 就是天堂和人間的分別 那三十八個月又是等於多久呢 三十八年 大家可以自己理解一下 那我想也不知道 那這些大家就理解了 他們是鬼怪的 八幾歲 對 又沒有 四十五日 我們都喜歡 橫哈的電影年代 又經過杜Sir 又經過星仔的電影 他們都做過很多 所以 大家去 用這個方向去理解 他們說的話就可以了 好 那哪位 你們夾過那些大導演之中 有哪位你們覺得 印象難忘 就是對你們好好的那些呢 這件事我先發表 這件事我先發表 真的偉偉都是客 讓你們慎一下 又不用慎的 個個都很堅的 因為我本身呢 都很堅 那套 征服那班 五隻蛙鬼 那班動作演員 比那些更難做 是的 你叫她停 她就動 你叫她動 她才停 很難處理 又不是 叫她停 叫她動 他們明白就可以了 對 對 對 還有五個有不同種族 你好像經歷過一些 陳穆勝 Benny 另外周星馳 杜其鋒 就是Paco 對 另外好像有個張家鎮 她是升級經理人做導演 是 當年 都千載和蘭鳳 千載 就是唯一的電影 都一 是的 咦 那間大廈 是 那你覺得 其實哪個導演 令你很疲勞 做得 可以開名 任由你 我們無所謂 絕對可以 留 留那些什麼位 哦 有幾個 鬼怪片 我又不會拍那些 避開了那些鬼怪 在之後 我右手很大力的那個 右手很大力 我又不會跟這個對白 猜迷 猜迷 是什麼呢 大家知道 那留什麼位 是怎樣 她是比較空狠的 但空狠得來 她又能夠被我所感動的 因為一個這麼勤的人 她沒有理由會罵我 那她說 確實是 罵了一次都挺感動的 是因為呢 一個鏡頭擺 wide shot 我們沒有擺這麼敏的 那些人 當然是突一突二 這個鏡頭一動 我就穿了 是吧 是吧 因為四川這樣就不好 嗯 那就擺多了一個 她就問 你擺不到人做什麼 那有的嘛 我有放在手 怕什麼擺 我擺了 就被她 就是那些魚蝦蟹都出來了 蝦蟹來講 她就出了少 因為我女子組的關係 她的蝦蟹就留在家裡擺 那現場就沒有 不過就 中目攜攜底下 她就散了一個 都挺甘下的 就是 少人足球的一球 我提早了幾年散 那就中了 然後呢 然後呢 稍後呢 她就被人聽到之後 就當然是有人回到公司去告狀 因為最早上班的是我 最遲下班的也是我 沒理由我還要給你省一腳 咦? 那很印啊 最後呢 就由一個高人 跟老闆說 就拘捕了一個導演去照片 照片之後 他就不知為何 突然之間有一天 開始對我很好 那就好到現在了 好到現在不認識人 那就是這樣 那就是 那就是 Paco 你這些經驗呢 其實沒有人罵過你 因為全部都讚你 不是 你畢竟都是浸靈的 不是 而他出巡到人間 但是那一刻 一巡一巡 滾了下山 那好 所以 都奶奶的 有一次呢 就在這個 Big Queen那裏拍戲 本來事前很記得 那個演員 因為拍腦梯 沒事 那我呢 一下子之前 還記得他要拿回滾棍 因為是連戲的男主角 怎知我一下子拍那時候 正式的時候 就忘記了這件事 就看到他拿那支罐 怎知拍完之後 就過去了 搭車回酒店 我就突然想起 死 喂 不記得了 那支棍給我看 大包 真的大包 是沒有人知道的 後來我就知道這一生死罪 我就在車裏跟長記說 剛才不記得了 跟著那個長記就跟我說 我明天沒事了 我明天就大件事了 果然是 第二晚去到拍夜景的時候 有一件都留什麼位 有 又是那個導演 是啦 你開了同一套 不是 然後就被他 然後就被他 大聲地照 一見到他臉 我就已經死了 這個令牌 他真是 衝過去自己自殺 那一走過去 就被他散步 立立 都沒有那麼 然後就出了鏡 出了鏡 直接出了鏡 我好想說 真的 那個就是下山之作 是 那一刻下山 真的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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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本真的很下山 即他要再下山 即他要再下山 下山 真的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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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 正式來說 應該是 script supervisor 即是 那個長記 其實他應該是 要提醒這件事 因為他 他記住沒有一個鏡頭 發生的事 沒錯 我們只不過是 比較負責任 我們不會叫一個 手無寸鐵的婦孺 走去皇上面前 狗頭雜事後就沒有了 所以誰去說 誰去說 其實誰是想承擔這件事 這個也是 不應該裏面底下做了 其實是無所謂的 只不過 即是你要遇到一個 是什麼人 那個什麼時候 那有些 就很簡單的 動作那邊 其實你retake 就已經可以解決 結封這麼多的可能性 因為我們要兼顧的事情 是太瑣碎 你想想一部戲 下來 要做這麼多的工作 其實有百分之七十的 現場控制 或者很多在 paper work上面的東西 都是我們去把那件事 又沒有變成有的 即是你可以只有幾張紙 然後你告訴我 為什麼我會排八十天去拍這四張紙 那你要有這個功能 或者原來你一個劇本 接近一百五十頁 然後我每一行 每一場戲 我用十四個字 去descript這場戲 講什麼重點 這個就是我們的功力 我們不帶工具去 但我們帶腦去 很多人就是帶了工具 他們就惡了 即是那些啊 那些啊 那些啊 挺辛酸的 為什麼你們會想到入行 而堅持了這麼久 就是這個問題 沒有想過入行 但是堅持了這麼久 這個真是 這個好言 等一下 給你解釋一下 這件事呢 其實呢 真實的裏面 就覺得入行 其實見識了很多很多東西 因為呢 都因為我見識多了 所以當我遇到被人打劫的時候 是入屋 即是我是覺得 我在人生裏面 我是講最多東西的 是講了半個小時的 是導致到 那四個仔後來都頂不住 最後還是覺得是時候 那是要扯的 那當然 實際的功力呢 我也要多謝 上面那個 主義素姬 真的很多謝他 打救他 那個我真是全靠他 多謝 嗯 那其實是不是 姐姐大小會入行的 沒有 不是 即大家都喜愛這件事 不是 喜歡電影 我喜愛看電影 我絕對是一個 因為我小時候 就很喜歡看電視 看到 我媽媽出來的 看到 那張照片出來的 今宵的我沒有看樓大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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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樓大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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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喜歡看電影 直到其實 我對電影 沒有想過去做製作 我只是 其實想做DJ 哦 我錄一批半 你錄一批半天 是 我錄一批半天 那時 那時很年輕 那時很年輕 那時很清楚 八岁多岁那时候 结果一位一一半 不认识的 你认识到识就报到的了 六坨一半 OK 六坨牌 有个非常好的朋友 不下N的一次 求我去做 那问题是 我不喜欢电影 因为我处心积累 有心栽花 花不成 无心碑 整条街都是人 那我就去了 入了之后我就会知道 不简单 每日发生的事都是不一样 令我们的人生添了很多色彩 我们的出生不代表我们只是走某一条路 在电影里面 最离奇的漂亮屋我去过 最连鬼影都不会去的屋我又去过 然后就在拍摄里面 遇见一些神怪的东西 我又曾经有这样的经历 是吗 哇 那我们下一集讲的灵异实屋呢 都可以的 三星长 没画的 Paco肯定有 他肯定有 他那个更精彩 留下一集 他更精彩 他那个真是神负忌的 大家没见过 我们不要让潘兆冲拿了 我们稍后留下说 没错 Paco呢 其实你戴斯英刚刚说 导演是第一个上班 然后最后一个下班 如是者捱 你都捱了二三十套电影 那来的热城 其实热城都有的 不可能是没有的 希望怎么说 那个热城就是 起码你见识的东西多了 我觉得你做的东西 还有有些地方 正如大师兄刚才说 难得去到一些地方 有些地方这世都没人有机会去到 我又很荣幸 有得去见识一下 整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认知是多了 我觉得这件事都挺重要的 所以可以避免很多不同的东西 丰富了自己 那是一件很好的事 所以既然更多人都可以 去见识多些不同的东西 但我知道大师兄除了自己做副导演之外 你也兼着做编剧 那其实是否 就是电影 这电影剧本 你很有心得 那你觉得其实 香港现在是否最缺缺编剧的人才 事实上 那个编剧的人才其实是一定有的 是制度令到编剧生活不了 那这个也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你永远生活不了 你何来会有好的剧本 那他一天去兼顾三四台客 那他给你些什么呢 那为什么何里活可以呢 因为何里活真是一个完善的制度 他告诉你你有学问 你所有你去搜查的 搜集的资料 别人都是很开放的 让你去搜集到 那你用一个真一个假 然后将它串成一个你想象中的故事 那观众才会有兴趣 那如果你纯粹是 硬硬去做一些笑话 我们八十年代拍完了 那香港电影超过一百年 那你还有什么可以强硬 可以令人笑的东西 你都会觉得不好笑的 或者你是翻兜再翻炒 翻炒再翻兜 周星馳的电影 他可以长清是因为 他有他独特的一个方法 那另外就是 真正百花齐放的八十年代的喜剧 是好看的 那编剧这一门 是一个 其实应该说 有历史学识学文的人 是会容易做到编剧的 因为他可以套用不同年代的背景去写 那香港呢 我相信有很多是可以的编剧 不过因为市场 市场呢 市场呢 不是 制度 制度不能够养活他们 那他怎可能会生存到 第二就是我并不是 我兼了一个编剧 而是我在千秋万代之前 我都导演过一部电影 那不要紧 那个我就当忘记他等于 曾经发生过一切 那是当时呢 国产雪甲威龙 是没错 就是千秋万代 那不要紧了 很齐心的剧 那个呢 是没错 那类似 那当时呢 是开心在呢 在一个男性的工业里面的电影 那你能够有人邀请一个女子组 去做一部电影的电影呢 是一件非常难能可贵的 是他对你的肯定才会找你 如果不是呢 就真的 没可能发生的事 但是发生了 那也很不幸 那个戏呢 拍完之后 都是麻烦的 但不要紧了 那令到我却步 我觉得 我们在那个制作上 我是有了个剧本 给他计算的那个预算 但是最终他要剪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钱 那令到我觉得 就是当一个隐言而无信的时候 我对这一个 这一个项目 我对这一个崗位 我有保留 我就没有再继续 是因为我相信 我没有这样的能力 去说服到投资者 不做这些动作 那我就不如假而时日 得以时日 我再重新再来过 其实在几年前 我曾经自己再写了一个剧本 也当时因为我对于五个小孩 那些小朋友有一个无限的留恋 即是近乎 即是那个你偏剧 不是 拍完电影之后 我对小朋友 我其实一直都很喜欢 跟小朋友合作 所有到过我手的小朋友 都真的在我掌握之内 因为又有一些发灰尽的那些 那就过了 那我就 有时激情都很远 那你真是 你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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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小孩 不是 我拍五个小孩的校长 那你因为呢 小朋友呢 对于我来说 就是一个非常天真的 那我就成功在除了本身的剧本 那个动力之外呢 就是因为我们在拍摄之前呢 我是做了一个很完善的training 那令到小朋友呢 他不是演员来的 你要拿他最尊的一个性格呢 你必须让他明白到他在现场做些什么 那我们就用一个这样的方法呢 就train了那五个小朋友 让他熟悉我们的需要 然后他做回他的个性 本色的演出 那之后呢 我就很小那几个小朋友 那然后 我就 因为这样我就很想再发挥 我再能够见到他们的机会 因为我太 喜欢了 太喜欢了 是的 那因此呢 我就很快 我在25日之内呢 从无到有呢 我就写了个剧本 但也都因为 我应该去趕时间嘛 因为他会大过的嘛 那之后我觉得 我那个 就是写了 但是 未有太多人去欣赏的时候 我就觉得 没所谓 我自己有空回来看那几个人 那可能到了开拍 那时就变了五个少女的客人 是的 少女时代 少女时代 不是 我那套戏名 就跟五个小孩没关 我那套戏名叫 《偷走三个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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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保留了三个小孩的人物 但是 当然跟他想的故事没关系 我只是创作一个 三个小孩 这三个小孩我最喜欢 亦都觉得最有角色 那我就会拿出来去延续去另外一个故事 是跟之前是完全没关系 当然五个小孩的校长 其实她的主线是想讲校长 不过我们训练的那几个阿妹太出色了 五只阿妹弹出 校长就躲去回校长室 在那里我们知道香港有这些事件真人真事改编 然后有一个这么有心的演员肯去承担 他的承担是因为他看到我们这么用心去训练那几个小孩 他第一天见到我们将那些小孩可以讲到这么听话 他已经是急不及途了 因为没有人愿意跟小孩和那些动物来演戏 我们在掌握之内令到他非常惊讶 从而他每一次都有信心 他来过很多次去参与我们的训练 令到小朋友来到就会很知道这个是校长 因为第一天我就告诉他他是校长 他不知他叫杨千玛 他也不知他是一个演员 他只知道他是一个校长 我们用这样的方法去切入 我们所有人 譬如我可能是老师来的 我大师亨 监制变了校监 导演就没办法一定是导演 接着那些就是训导主任 一路这样下去教研室里面有的人 即全部都当了学校的身体 没错 还有教他们的时候 即我们去到Benny你校工 我一定是校工 我是清洁女工 我是清洁女工 是的 没错 你这么欠的 当时都是用这种方法去令到小朋友 能够用他最真诚 其实我对于小朋友的电影 其实我已经无数很多部了 只不过那个就去到一个叫顶峰 有点滅 是 说的 对 感谢观看